你好,财经揭露,喂,大家好 这部片出现是7月3号的,喂,大家好 我们去讲讲股的 是,大家好 喂,那其实呢,上个星期四 嗯 那美股那边其实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看看这个 那个美国经济强劲那张,何志光不对 这东西都是听下去的,真是 真是,吓死你 喂,喂,就是AA stock就越来越忠奇 说美国经济强劲在下面做人民币 做什么鬼呢,真是 都是值得这样放在一起的 喂,大佬,人民币真是不太行 那,何志光,你这个语气就是说句 暂时来说除而已 是暂时的,但是很多街外觉得 咦,为什么人民币这么差呢 那你唱定钱,你放在银行 准备唱人民币没有? 我买了一点的 但我买了一点就见它跌了,我就忍了 慢慢来,慢慢来,不用急,不用急 慢慢,没有办法 跌也没办法 你知道,国家做这些东西 你真是,怎么说 保持力量差点 你都被它震到的 那么美国的经济强劲 所以加息预期升温 所以星期四那晚呢 市就震得很紧要 那种震法呢 就不是因为加息 就是美国经济强劲 要加息那样东西 而是,直头好像一个阳光中原那样 美国,那些旅游股啊 Viu Estet全部 好像经济大复苏那样玩 那四星期四 那晚玩了一晚而已 那我们继续观察是否真的 真是那么坚 就是我们经常都想着它 就是 整个废佬 美国 整个废佬坑那样 摆了在那儿了 吹玩到废佬坑那样 怎样突然间变成了阳光中年 那星期五晚 道指升了285点 就1% 那纳斯达克就1.5% 那 标普都1.2 那我们看另一张 那美国高收的其中一个原因 星期四就是主要的银行 过了这个压力测试 那这个因为之前呢 就说那些中小型银行不行的嘛 那时候呢 那些地方银行就爆破的嘛 那现在呢 就说 喂 成得到 经过一个这样的挑战之后 那些银行是 经过压力测试的 全部 所以 星期四星期五呢 其实那些 那些金融股也是升的 但其实老实实 我对这些消息 我也是 抱持一种怀疑 不过他说了出来 就有个理由去升就算了 你知道我的立场 我心中就有疑惑 有一个戒心 因为我们以往那么多年 在投资市场里面对过这么多次 对不对 如果我们是那么轻易去信这些呢 我想 何志刚 我今天都不是 竟然玩完 總之就是舒青刚 是不是 那 永远都是 就是 你叫我和他对着钢 我就真的没有那样的能力 是不是 那他又出了好消息 那他整个场子这样飞上去的 难道我去挡住他说要沽他吗? 明白明白,当然了 是呀,那倒不如如果有货的,那不是有得他飘 怎知道他玩多大,对不对 大家就有一个戒心 这班都是渣男啊,这些是人渣官员啊,这样想他 就是想起什么肥手指那类的 是呀 用一些特别形式搞肥手指的 周星馳的西游记里面的猪八戒 是呀,就是那类的啦 在沙漠那里弄一些烧蛛来引你走过去 然后扔掉你,就是那些 OK,可以了 十年期债息那张图,麻烦,TNX 是的 这是一年图来的,你看到有个圆底 最后那枝绿色花,一个冲了上去的 就是我所说的星期四了 那个情况,跟以往不同的就是 我感觉到市场真的有个反应 这个是很短期的观察 但是会不会真的 会形成一次的一波炒作呢 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真的我继续观察啦 那另外那一张呢就是导致啦 导致都是三十四千一队 一队队上去那条上面的顶那条边 加上星期五的升幅 下个星期就相当重要精彩啦 因为无论怎样说也好 好,昨天星期五是六月三十日 是季节来的,OK 那理论上来说六月三十日就算季节也好 GAM经理都不一定是要弄好个厨仓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等它七月头回来 究竟市场会走样呢? 还是会继续冲上去呢?美股 那这个就相当的精彩啦 因为你和我都是这样看的啦 美国的市场就很假的 OK? 我就不会相信它的啦 不过你说有机会去赚一餐饭的 那我也没什么所谓 OK? 那 那 它下半年会玩什么把戏呢? OK? 它冲上去 要夹夹的 要做个假的猴子出来 那 我们不能够阻挡它 那至于跟不跟车的东西各下 大家自理一下 那至于呢 如果这一会是粉色厨仓的话 那七月回来 它就会露过真仰了 那到时候看一下什么环境 那我们看一下港股 恒生指数 那何志光 那 恒生指数呢? 我们今年已经半年了 很不幸了 恒生指数 就是 怎么说是差不多最差的指数 是 一月算是好 接着就连续五个月都坏 是的 那约跌了4% 即是六个月时间里面有一个月是好 其他五个月全部都不生不死 没错了 它是2万2千 那里飞下来嘛 是 是 那一格 那一格 真的很灰 五个月 都是斜跌 即是一边通关 一边就是这样想 即是那个升 10月尾 到11月头开始升 急升了整个三个月 这样就炒通关 一通关全部没好过 2月6号叫做无限制通关 那它就同时间股市就是这样 10级以下 好配合啊 真是好消息出货 明显教材 是 整个形态来说 你见到紫色打环 那2万2千3百 就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位 或者分界线 有一堆平均线在那里 一天不升穿那里 即是证明那个庄 即是香港的大庄 都是不想升市的 根本上 OK 那现在一路的线来 那 讲真 如果你真是长线投资者 你要买货的 或者长期是 在这个身家里面 分了10% 25% 30% 即是不知多少% 在港股的呢 你就没理由等到 2万2千3百4百充穿 你才买的 那 只有每次下的时候 就因着自己的心水去做 觉得没人逼你买的 这些东西 那整幅图呢 其实很明显出到一个 有左肩 有右肩 中间的最深 是典型头肩底 这个 典型头肩底 那 那 所以 毕竟 不需要 什么事情发生也好 不需要太过悲观 那现在摆明呢 但是 就摆了在那 如果你三万点买就害怕 那 那 已经 跌了那么久 和相当 都是 残的了 可以这么说 你随便 都不难找到股票 六七 息口 P市 赢了十楼下 都大打了 嗯 所以 所以 不需要太悲观的 但是 不好受就是不好受 就是这样 那 那我们看这个 恒生指数 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数 我想 这个 这个的上落 是会直接影响 整个声浪 就是科技股指数 那 你见到科技股指数本身 其实它就是 打横行的 其实就是 那 其实就没什么意思 现在是牛皮 所以 就 有智慧不如趁势 现在就没势 基本上 我这样说 就不是叫大家 喂 既然没势 就丢了些东西 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 控制好自己的杠杠 那些 那 长线投资的 那 在这些时间 那 那 真是 去餐厅喝多两杯茶 吃多几个雲吞麵好过 真是 看着市场 就真是 很容易出错 那 总之它现在 恒生指数最强的指数 就在这个幅度那里走来走去 本身就没有小的 那现在就唯有是 等个小的出现 但是呢 正如我们上个几节说过 行生指数那些小的股票 其实 那个走势就很远的 很多都是穿底的 今天又比较找多只 不过时间关系 我下次找机会分享 找多只蓝筹股又穿底的 那所以 看一看形势 何智光 那 希望未来的日子 这个科技股指数 够力 那 恒生指数就会移动了 那何智光有什么需要补充 那 我再提多一声 因为我们 上个星期 有两节说 楼市是很罕有的事 但是 我们上次都没有拖 那两节都出完了 一个星期三 一个星期六 不出了 那我都是 我们看到楼市 我们觉得很差 那如果你说 用楼市看股市 我相信大家千万 就算你觉得低位 骂都不要骂 我个人的认为 不是投资意见 千万不要骂 地产股和银行股 麻烦 而且 应该这么说 如果看楼市的人 还有一些商业的铺位 商场 大家要研究清楚 因为何志光说 我们都考虑了很久了 好不好出两次楼市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都觉得那两节楼市 是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 第一个就是 原来马马州卖楼 第二个就是 现在卖楼 原来他们高佣金的 你明白 这个 我们知道的 我们一定尽快分享 我觉得这两个讯息 都是很重要 因为科技股不受这些影响 你说买这些去捞底 可能 或者国内经济 可能 甚至没有根捞 但是他 可以这样做 但是 受楼市影响的股 你们都要想 都不应该想 想买入的 虽然不是投资意见 我个人 吹水 只会 那些东西 香港的楼市 香港的地产 香港的商业 铺 我想 我们站在一边吃花生 很精彩的问题 好 没投资意见 就这么多 吹水 拜拜